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多年 目睹朱老不凡的学术成就 深有体会地说 朱良春先生在中医学术领域中的大家风范 博彩百家 自成系统 更难难可贵的是 先生平生所处 偏于多难易于 为当今中医聚地区一级 而影响急于全国者 这朱老一人而已 所以朱老是怎么做到如此独树一直的成就的呢 今天就跟着小关一起去看看吧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有一句古话叫九病成医 1934年 罗迅先生在上海因结合并而痛苦的时候 朱良春在南通也遭受着同样的病痛折磨 但是 他们的结局大不一样 朱良春因病休学一年 接受中医治疗 一年 对于一个勤奋上进的17岁青年来说实在太长了 然而 朱良春并没有参眠病态 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接受治疗上 而是潜于学习 善于思考 最后决定放弃商业中学的学习 转而学习中医 病狱后 朱良春发誓要济世活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 也成就了又一段九病之一 九病成医的历史佳话 自1936年初起 朱良春先生先后学习于孟河淤医传人 马慧卿 张太炎任校长的国医专科学校 还结交了曾国畔的外甥聂云台先生 因糖尿病故而两下肢被截肢 但他实质研究中医学 经过反复验证 总结出来两个治疗传染病很有效的方子 表里和解单 温病三黄丸 这位没有腿的研究者 把自己的智慧创造传给了朱良春 把自己身遭不幸 却有大碍的精神也传给了朱良春 1939年 朱良春在南通开业 当时正赶上登革热流行 他用聂先生的两个方子 或单行 或配乙汤药 表里双解 解救了大批患者 也验证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良好效果 之后朱良春名声大振 1945年 朱良春与同道创办南通国医专修学校 培养合格的中医专科人才 而那时 上海的几所中医学校 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 解放后 已经开业十年的朱良春 带头响应号召组办联合诊所 办私立中医院 后来又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成立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 公办中医院 就这样 靠着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赢得了民间医生的信任 把他们的独门绝活 变成了国家的科研成果 从不识字的农民 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邀研究员 这种典时成金的神奇事迹 不仅需要明亮的慧眼 更需要宽阔的胸怀 温暖的政策环境 而且他讲课教学都是从临床使用出发 百分之百的都是干货 很受学员的欢迎 他常说经验不保守 知识不带走 一定要把中医学的火种 播撒在中国的山山水水 使之万年长惊 很多中医同仁知道 朱良春先生都是因为他写的 虫草药之应用 的确 在虫草药的应用上 朱良春先生是有开拓性贡献的 虽然古人早就认识了虫类药 也有应用虫类药的不少经验方济 但是没有系统的加以研究 朱良春先生系统的搜集了古人的记载 而且一味一味的加以验证 取得经验之后再发表出来 提供给全国的中医同道 很多人在文革之前就通过 朱良春的文章 认识了虫类药的重要性 带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朱良春先生对于肝硬化的治疗 善于使用虫类药 对于脑外伤后遗症的治疗 也善于用虫类药 内风是关节炎 号称是不死的癌症 朱良春先生称其为完毕 治疗的难度很大 而他以虫类药加入驱风湿 补肝肾的药物之中 益肾壮都至其本 坚必通落至其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完毕的控制和治愈 开辟了新的道路 1989年 根据朱良春的经验方研制的 益肾捐壁丸 获国家新药证书 获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奖 该药的研制成功 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带来了福音 成为国家中医管理局 把五科技成果推广用药 和中国中西医风湿病专业委员会推荐用药 并进入了全国医保用药 1992年 已经75岁 功成名就的朱良春 以老际福利 志在千里的决心 支持子女艰苦创业 开通了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 随着事业的发展 课题组经科技公关 将朱良春先生所创益肾捐臂丸 改进成更高效 方便的第二代 浓缩益肾捐臂丸 深受海内外 肋风湿关节炎 强制性脊柱炎 颈椎病 和骨关节蜕变患者的青睐 2002年 该项目列入国家科技部 15重点公关项目 肋风湿关节炎治疗 方案研究 研究所不断创下辉煌业绩 并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 科研教学基地 因各地医院邀请 开设特色门诊 2006年 以朱良春名字命名的 南通良春风湿类病院 正式成立 朱良春先生在九十高龄 从一七十余载的时候 又迈出了令人可现可敬的一步 很多初次见朱良春的人 一听说老先生九十多岁了 还坚持每周出诊看病 身体还颇硬朗 必定会打听他的长寿之道 朱良春一辈子刻苦求学 艰苦创业 埋头研究 中年忙碌 很少有时间专门从事某种养生活动 也许正是这种常年劳心骨 懂心智的劳作 使他磨练出了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经历 如果一定要说有哪项具体养生措施的话 那就提两点 一 一定要在子时前入睡 朱良春在担任医院的二十多年中 白天既要上门诊 又要开会 处理行政事务 晚上回到家 还要写文章 给患者写信 但是他都尽量在晚十二点之前入睡 晚上二十三点到五夜一点 也就是子时 是人体阴阳交接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天中阴气最盛 阳气最弱的时候 皇帝内经说 阳气尽则握 阴气尽则昧 所以这个时候是睡眠的最好时间 也就是要学会顺应 大自然昼夜的阴阳变化 如果继续熬夜 或过了午夜一点入睡 就会损耗人体的阳气 第二天阳气不足 就打不起精神了 即使你睡到第二天十点 都补不过来 二 常年爱喝养生长寿粥 朱良春为了解决身体疲劳的问题 经常用生黄旗兼肺 去杀后加入一蚁人 棋子 百合 绿豆等同煮粥 早晚食之 此粥有益气健脾 解毒防病的功效 朱良春曾说 此周最早是母亲给我熬 后来是妻子给我煮 现在是女儿给我做 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手 坚持了几十年 虽然我觉得此周使我受益匪浅 但是未必人人需要 就像中医的辩证论治 需要个体化一样 中医的养生也需要个体化 辩证养生是一个原则 不能跟着宣传跑 听别人一说就跟着学 应该结合自己的体质 做到辩证养生 养生周的做法很简单 准备黄旗250克 绿豆50克 扁豆50克 莲子50克 一米50克 大枣30克 枸杞10克 先做黄旗水 在黄旗里加入适量的水 小火煮15分钟 将水逼出 再加入适量的水 再煮15分钟 将水逼出 用这两次的黄旗水去熬粥 其他原料加入特制的黄旗水 熬成粥即可 注意枸杞 一定要等最后粥快熬好钱再放 以免药性丢失 这里给出的分量是5天 因为喝粥需要总量 不是一天食用 否则就成了吃药 而不再是饮食调养了 小关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各位关友们 有没有从中找到自己的养生之道呢 如果您觉得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记得发给您身边的朋友哟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